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出炉的舆情榜单 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消息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极数弹药 对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和俄罗斯消息报 等媒体记者发动炮击 致使多名俄媒记者受伤 其中一人因伤势严重 不幸身亡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那些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的人 将承担全部责任 克里米亚地区官员22号 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乌军使用无人机试图袭击 克里米亚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 紧急情况部门人员 正在现场消除可能造成的后果 据俄媒22号援引美国海军陆战队 前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 波兰为首的几个东欧国家 企图瓜分乌克兰西部领土 而俄罗斯方面无意阻碍这一进程 此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表示 波兰意欲直接干涉冲突 从而占领曾为波兰领土的 乌克兰西部地区 对此 波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福吉尔表示 古京的言论令人愤怒 这是诽谤 22号 俄国防部表示 俄军于本月6号 用海基远程金鹊武器 对位于乌克兰伊沃夫的 乌军陆军学院发动了集群打击 消灭了大量波兰和德国的雇佣兵 俄军将继续有针对性的打击 在乌外国雇佣军 当地时间22号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抵达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 按照计划 卢卡申科 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安全问题和国际日程 联盟国家合作项目等交换意见 近期 波兰在其与白俄罗斯交接地区 增兵也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关注 中央气象台23号60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这几天 中国多地出现 明显降雨天气过程 目前 华北一带降雨明显减 比较弱 东北地区将迎来 本轮降雨过程鼎盛时段 在此期间 公众需注意防范 各类刺身载海 21号为期两周的 美澳护身军刀2023联合军演 在澳大利亚悉尼 举行开武仪式 来自13个国家的 3万多名军事人员参加 日本也参与其中 据日媒报道 日本原定22号实施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训练 因天气状况不佳而延后 据外媒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近日将前往南太平洋 据悉 布林肯计划于7月26号 抵达汤家首都努库阿洛法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访问该国的 美国国务卿 近年来 随着美军推出 所谓多预战 分布式作战 等大量新的作战概念 南太平洋在美国地区 布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据朝中社20号报道 朝鲜国防将强淳南 当天发表谈话称 美国派遣战略核潜艇 停靠釜山港作战基地 是对朝方最为露骨而直接的核威胁 同一天 韩美日对朝代表举行磋商 谴责朝鲜发起核岛挑衅 并探讨有效应对方案 22号 中国载人登月火箭 长征10号的主发动机 又完成了一次点火试车 此次试车的发动机 采用先进的液氧煤油作为燃料 推力达到130吨级 将用于中国载人登月 所使用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的 新一级核助推器 距离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为奥运喝彩项目 已经在海内外的数十座城市 举行了上百场系列活动 我们知道2020年 国际奥委会将霹雳舞 纳入到了巴黎奥运会的 正式比赛项目 昨天晚上 江苏省如高市就举办了 中国霹雳文化推广系列活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活动的现场 去感受一下舞蹈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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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 早安中国千万工程 二十年二十村的精彩捷景 让我们一起向千万工程致敬 为精彩浙江喝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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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記者遭烏軍極速炸彈襲擊 一人身亡 俄羅斯國防部22號表示 當天中午有四名俄羅斯記者 在扎波羅勒進行報道的時候 遭到了烏軍極速炸彈的襲擊 其中一人在送醫過程中死亡 具體情況我們來看一下短片 俄羅斯國防部22號發布通報稱 當地時間22號中午12時許 烏克蘭武裝部隊使用極速彈藥 對今日俄羅斯通訊社和俄消息報等 媒體記者發動炮擊 當時這些記者正準備 就烏軍使用極速彈藥炮擊 扎波羅勒州做相關報道 俄羅斯國防部稱 遇襲記者們隨即被轉移至 俄國防部戰地醫療機構救治 有四名記者不同程度受傷 其中今日俄羅斯通訊社的 盧拉夫廖夫在撤離途中傷重身亡 對此俄方密集發聲稱 美國已經越過所有道德紅線 而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 22號表示 殘忍殺害俄羅斯記者 羅斯基斯拉夫 盧拉夫廖夫的罪人將受到懲罰 那些向基督提供極速彈藥的人 將承擔全部責任 實際上此次烏克蘭使用的極速彈藥 美媒日前發表文章指出 美國此次原屋的極速彈藥 由155毫米口徑榴彈炮發射 每發炮彈包含72個紫炸彈 在空中爆炸時覆蓋面積 約等於幾個足球場 更可怕的是 這些紫炸彈的亞彈率 在2.35%至6%之間 亞彈還可能保持活躍數十年 這會導致更多無辜的人死亡 另據外媒報導 當地時間23號早間 烏克蘭奧德薩州軍政管理局 負責人奧列格·基培爾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表示 俄羅斯對黑海港口城市 奧德薩發動襲擊 造成一人死亡 而就在稍早之前 克里米亞半島再次遭到 無人機襲擊 22號 克里米亞地區領導人 在社交媒體表示 烏軍使用無人機襲擊了 克里米亞中部的基礎設施 當地衛生部門當天晚上 發布消息稱 12名居民在襲擊後接受了救治 其中4人被安排住院治療 同一天 俄媒稱 該地區的赤衛軍區 因無人機襲擊發生彈藥庫爆炸 有關俄烏衝衝突的最新情況 馬上來連線總台 駐烏克蘭基辅的記者王金燕 你好 金燕 我們這裡要了解到的情況 是 你好 烏方說俄軍對 奧德薩地區發動了襲擊 那麼你在前方 了解到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給我們介紹一下 是的 那麼 本週的局勢還是非常緊張 尤其是在烏克蘭東部 南部 現在整個的機戰仍然在繼續 那麼首先來看一下戰況 那麼一方面是烏克蘭國防部 烏克蘭的總參謀部 在23號的時候發布的戰報信息 是聲稱俄軍繼續將主要兵力 集中在庫皮揚斯克 利曼 以及巴赫穆特等等這些方向 那麼同時在前線時 發生了約40次戰鬥 而俄羅斯國防部的戰報 是聲稱那麼是擊退了烏軍 在這個頓尼斯克一次進攻 那麼在這個 扎波羅勒方向是兩次攻勢 同時呢是使用高精度武器 對烏軍在這個奧德薩的 這個軍事設施實施了打擊 那麼可以說呢 現在在黑海的這個局勢 是非常的被這個受關注 而且呢在這個18號的時候 黑海港口農產品外運協議 是失效之後 整個黑海的安全局勢是驟然的緊張 就在今天呢是根據這個奧德薩州 烏克蘭奧德薩州軍政管理局的 這個是聲稱的 俄軍呢在凌晨對烏克蘭南部的 奧德薩市實施了 這個多種類型的這個導彈的打擊 那麼是烏克蘭空軍是聲稱呢 俄軍是從克里米亞和黑海水域呢 對這個奧德薩州呢是發射了 19枚各種類型的導彈 那麼烏軍呢是成功攔截了其中的9枚 那麼目前是 已經造成了1人死亡 22人受傷 那麼這也是在18號以來 烏克蘭南部奧德薩州呢是 遭受了第5次的這個打擊 那麼整個的這個安全局勢呢 還是非常的緊張 尤其是俄烏雙方呢 俄烏軍方呢在19號和20號 也已經陸續宣佈 這個對方經過這個黑海水域 失望對方港口的這個船隻呢 有可能會被視為潛在的軍事目標 那麼針對目前的這個安全局勢呢 有烏克蘭媒體報導稱呢 是烏克蘭和北約理事會 將會在26號的時候 召開一次安全會議 那麼重點會討論 黑海的這個局勢問題 此外呢也會對糧食走廊的 相關工作呢進行磋商 那麼另外呢 這個烏克蘭方面 還是高度關注北部的這個局勢 那麼烏克蘭的國家邊防總局的發言人 德姆勤科呢 他在昨天的時候呢就表示 根據烏克蘭方面的這個情報呢 奧德薩的 根據烏克蘭方面的情報呢 是已經這個發現呢 是有大概5000名的僱傭軍 這個馬克納的僱傭軍 是已經抵達了白俄羅斯 同時呢他表示 這並不會對烏克蘭造成直接的威脅 但是烏克蘭會高度關注北部的局勢 那麼此外呢烏克蘭總統 德林斯基的針對目前烏軍的反攻呢 是表示現在呢是即將進入加速階段 他表示烏克蘭的武裝部隊呢 是在某些地區已經通過了南部的雷區 但是他並沒有這個透露具體的地點 那麼目前烏克蘭國內的分析認為 在本周烏克蘭採用的一些戰術 包括持續打擊俄軍的一些 這個後方的後勤補給措施 尤其是採用目前已經獲得的 英國和法國的一些高精度遠程武器 打擊俄軍在後方的一些補給設施 取得了一定的戰術成功 包括在克里米亞的俄軍的彈藥庫 對克里米亞俄軍的彈藥庫 和以及油庫的等一些設施的打擊 那麼有可能會被烏軍下一步的 這個反攻呢是做好下一步的戰場準備 但是呢同時呢烏克蘭國內的媒體 也表示現在雷區 這個是對於烏軍反攻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障礙 那麼下一步呢很可能 還需要較長的時間 王周 好的 非常感謝王金燕 從烏克蘭幾乎發揮的報道 其實呢有關俄烏衛衝突的 一個最新進展啊 關注度得非常高 我看我們後台的這個問題已經很多了 麗瓶來給我們推送一條 的確 就像剛才我們前方記者 金燕報道的那樣啊 自從克里米亞大橋遭起之後呢 俄烏雙方的攻防戰非常的激烈 而且呢也成為網友關注的焦點 所以接下來我們想來 首先看一下娘序的這個問題 克里米亞地區官員稱 烏軍使用無人機試圖 襲擊克里米亞中部地區的基礎設施 那克里米亞為什麼接二連三的遭起 另外俄方會否升級報復行動 那雙方圍繞克里米亞方向的攻防戰 還將持續多久呢 對方老師 7月22號 澤蘭斯蒂總統聲稱 克里米亞大橋是烏克蘭合法目標 必須清除 必須摧毀 一次打不掉可以多次進行 現在圍繞克里米亞作戰行動 包括各種打擊行動 呈現出了高熱狀態 大致判斷呢 這是俄羅斯最疼的地兒 但也是烏克蘭最容易達到目標的地方 遠程武器裝備都可以實現 對克里米亞全縱深的攻擊行動 目前歐沖衝突 包括雙方的作戰行動 大概有三個變化 首先呢是從東向南 像之前我們關注的利麥亞 包括克里米亞納亞 巴赫穆特的行動 沒有大的進展 但目前向南方轉進 向南方黑海方向有火力打擊 取得了不錯的進展 所以目前呢 烏軍把作戰的主要經歷 正在向南部進行調整和傾斜 第二是從陸向海 陸上打了七八年 之前有這個長期對峙 經過五百天的行動 現在進展並不大 那如果借助西方武器裝備 在海上對克里米亞 對各種軍艦設施 還有基地上的機場 航空碼頭發動攻擊 很容易做到效果 所以剛才講那麼多無人機 多個輪次的攻擊 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打擊能力 所以總的感覺呢 在這個游路向海 這種攻擊模式上 正在發生調整 另外是從兵力向火力 像之前巴赫穆特 包括在戰線上的持續消耗 是以士兵的這個生命 作為代價 但如果今後把無人機 把技術作為代價 在海上方向發起打擊行動 也很容易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反攻嘛 之所以現在出現大的變化 就是說能佔一個村一個鎮 有可能是反攻 但是能摧毀地方目標 也要反攻 烏克蘭這種報復行動 包括俄羅斯的升級行動 目前正在持續 現在黑海已經有了死亡線 任何進入烏克蘭港匪的目標 都會被視為軍事目標 下一步有可能會出現攔截 我感覺目前在黑海方向 為了港口和碼頭 包括基礎設施的打擊行動 它只是開始並不是結束 下一步隨著美國 包括給陸軍戰術彈 給更多的航空版的極速彈 還有反擊導彈 那麼這個方向的軍事鬥爭 火力打擊行動 將會更加的激烈 同時特戰行動 以及美國 英國試驗海上新概念 新能力的無人裝備作戰體系 也會在黑海逐漸展開 總之黑海變熱海 這是目前一個基本的趨勢 如果戰場上俄烏雙方 都大量地使用這個極速炸彈 這種殺傷力極強的極速炸彈的話 未來戰時的發展會發生 什麼樣的變化 楊老師請教您 首先美國向烏克蘭供應 極速炸彈在美國國內 也有很強的爭論 爭論主要是兩個點 就是反對拜登 就是這些人儘管支持烏克蘭 去跟俄羅斯對抗 但是極速炸彈這個事情 還是要反對的 那麼反對主要是兩點 一個就是人道主義的理由 剛才小編講了 這個極速炸彈吧 比如說一枚炮彈裡面 放了幾十枚子彈 這個子彈並不是每個都能引爆 但並不等於它永遠不爆 它留下來以後 畢竟戰爭總有結束的時候 這個歷史上 比如說美國在越南 使用過極速炸彈 那麼都已經戰後了 依然有無辜的平民 就是躺著也中彈 屬於這種的 所以就是從人道主義來說 這個東西不行 更何況就是國際上 已有一百多個國家簽署了 說這不能搞極速炸彈 就是簽署了極速炸彈公約 當然了美國沒簽署 所以它說你雖然沒簽署 這個不人道 再一個反對的理由 就更實際一點 就是說你美國沒簽這個公約 那俄羅斯也沒簽 你美國有極速炸彈 那俄羅斯也有 而問題在於美國不可能 那麼美國跟俄羅斯 誰的極速炸彈多不知道 但至少知道的是 美國不可能把自己的 全部極速炸彈交給烏克蘭 但是如果使用這個盒子 只要一打開 那麼俄羅斯倒是可以 隨行所謂的 自己有多少用多少 這盒子一打開的話 這個潘多拉磨盒一打開 那麼自己裡面 就不僅僅是戰爭的武器升級 就是由這個常規武器升級到 這個受爭議的這個極速炸彈 更重要的在於什麼呢 它會導致戰爭的烈度升強 範圍擴大 就是這種真正的戰爭升級 因此呢就是這個 反對的聲音也很強 但現在呢 美國不互這個反對 就扔進去了 而烏克蘭拿起來用起來了 那麼這兩種反對的意見 確實就變成了現實的挑戰 一方面呢就是給未來的這個 烏東地區留下了災難性的隱患 第二呢就是使這場戰爭 它的烈度升高 範圍擴大的風險在上升 更何況呢 剛才分析講到 俄羅斯實際上有更多的 極速炸彈 它是世界主要極速炸彈的 這個生產國之一 因此如果你要是 逼著它也使用的話呢 那麼這個戰爭就 就是損失更大 而且更難結束 因此這個呢 應該講是一個昏招 是一個對整個的戰局 乃至未來產生非常惡劣影響的一招 在俄沖突這方面 我們的網友 還有哪些關注的點呢 有一部分網友非常關注 就是烏軍的這個反攻行動 我們來看一看 越半彎的這個問題 烏軍士兵稱反攻太難了 普京也說西方支持者 對烏反攻的結果感到失望 那烏軍這次反攻情況 究竟怎麼樣呢 好 小輝老師 其實我們多次關注過 烏克蘭的反攻行動 沒有達到預期 但是現在我覺得不可忽視的是 其實俄烏雙方在戰線方面 都難以尋找到 自己所需要的突破點 當然呢 現在對於烏軍來說 烏克蘭方面已經承認 烏軍在東部和北部 是呈現首勢 那在南部呢 儘管有攻勢 但是呢推進依然非常艱難 那說到俄羅斯方面 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現在更多的是聚焦東部 頓巴斯地區 以及延伸到北部 哈爾科夫地區 所以現在呢 應該說涉及到俄軍的攻勢 就是庫皮昂斯克和紅利曼 是我們關注的一線 而這個時候呢 涉及到雙方所關注的 這種點位不一樣 但是各自進行投入 那烏克蘭方面 關注到在東北部地區 俄軍即使要在庫皮昂斯克 和紅利曼方面 進行推進的話 強調俄軍動用了 10萬的作戰力量 900輛坦克 甚至呢 在24小時之內 536次集中的 這種打擊的行動 但是呢 仍然認為現在俄軍 要推動戰線 是非常艱難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會看到 從俄羅斯方面的消息 俄羅斯西部戰區也承認 確實在相關的方向 在經過密集的打擊行動之後 那俄軍所產生的戰果 也僅僅是2公里乘1.5公里 這樣的一個區域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會看到 不僅烏軍非常艱難 俄軍同樣非常艱難 但是確實近一時期 關於烏軍的反攻行動 烏克蘭方面更多強調的是 自己的艱難 是一個消耗的問題 甚至現在 烏軍在談到 現在可能面臨非常艱難境地的時候 直指庫皮揚斯克方面 可能會成為新的巴赫穆特 如果這個打法打下去 對於烏克蘭方面來說 是不可支撐 不可延續的 那麼我們同樣看到西方的態度 網友關注到的 一方面西方是難掩失望 但是同時我們要看到的是 美國和西方是否認 現在烏克蘭的反攻行動 已經失敗 就在本週 美國國內在有一些新的動向 美國國防部長和參選會主席 在評估烏克蘭的反攻行動的時候 他們說烏軍的反攻行動 並沒有失敗 強調了美國和北約 要進一步地對烏克蘭提供支持 當然這種說法 首先還是對烏軍的士氣 來進行鼓舞 但更重要的我覺得 現在從美國 從北約的角度來說 在談到反攻效果的時候 在刻意地掩飾自己的問題 首先說到 烏軍反攻行動沒有達到預期 那麼現在美國一再強調的是 烏克蘭軍隊沒有使用北約 在此前進行培訓 所交給他們的戰術戰法 所以導致即使北約 提供了武器裝備的支持 沒有配合相應的戰術 是無法發揮最大的效能的 是要把責任推給烏方的 但是我們會看到 美國方面 包括參聯會主席米利 此前也承認 紙上談兵是存在的 即使向烏方提供了支持 但不可能完全形成 美國和北約此前 所希望達成的效果 所以這個時候 從現在的戰線的推進來看 一方面烏軍強調的是 俄羅斯尤其在南部 針對烏軍的排雷系統 以及裝甲車等相應的裝備 在進行更大力度的打擊 那同時烏軍強調的是 沒有空中力量的時候 北約 美國所謂的戰法 是沒有辦法發揮效能的 所以這個時候 從北約 從美國的一系列 這種解釋當中 強調既有失望 同時又希望 烏軍繼續戰鬥當中 可以反映出的是 對俄羅斯希望進行消耗 同時避免自己在軍援等各方面 產生更多的壓力 乃至相應的成本 我們看到 在過去不到一周的時間裡 美國是先後兩次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 13億和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則表示說 烏克蘭現在可動員的兵力 以及美西方 可以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 已經激進枯竭 相關情況 那我們再通過等下來了解一下 當地時間21號 路透社援引三位美國官員的消息 報道稱 美國計劃最快於24號 宣布一項新的 對屋軍事支持計劃 價值4億美元 主要包括火炮 防空導彈 和地面車輛等 而就在不久前 美國國防部19號剛剛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價值 13億美元的新一批軍事裝備 其中包括一種名為吸血鬼的 反無人機系統 據俄美統計 自俄乌衝突爆發以來 美國在所謂的 烏克蘭安全援助計劃項目的 框架下 已經累計向烏克蘭提供了 超過100億美元的武器裝備 不過美國國防部 近日發布的報告承認 美國向烏克蘭輸送的部分 軍事武器 最終流向了一些犯罪 組織 私人軍事團夥 以及走私傷手中 烏克蘭情報部門 破獲了一些案件 武器最終被追毀 不過西方圓烏武器的去向 一直引發關注和擔憂 此外 美媒日前援引 美國防部高級官員消息報導稱 西方現階段對烏的援助重點 從橡屋供應武器轉向維修 已經提供的裝備 另據美媒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溝通協調員 約翰·科比20號說 烏方正在有效地使用 極速彈藥對俄方防禦陣型和操作 產生影響 俄總統普京日前在受訪時表示 若有人對俄使用這種彈藥 俄保留採取對等行動的權利 與此同時 科比還在20號表示 烏克蘭或將在今年年底前 接收F16戰鬥機 同一天 俄方重申 將把向烏克蘭提供的F16戰機 視為來自西方的核威脅 另據俄媒報導 由於地雷密集 且烏軍掃雷設備匱乏 俄軍的雷場已經成為了 烏軍難以克服的障礙 有報導稱 俄軍的武器庫中 有一種獨特的耕作遠程 布雷系統 該系統能夠在15公里範圍內 布下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 其實有關於這個軍員向下 武器的這個錘類 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所以接下來我想來推送 網友大俊的這個專門 向杜文龍老師提出的這個問題 美國一週之內的 兩次大俄渡的原屋 新武器能否改變 目前俄屋衝突局勢 另外美國為歐洲 培訓烏F16飛行員開綠燈 並稱烏克蘭年底前 可能就會收到戰機 那俄羅斯會如何來回應呢 那這個問題還是請杜老師 一步到大屏幕前 來給我們解讀一下 好 對 最近美國的援助頻率很高 而且新型帶藥呢 戰場上贏得投入使用 像之前呢 它這個急速帶還是在倉庫裡 現在到了戰場上 而且兩次報導分別是 在扎波羅勒熱 俄羅斯記者在襲擊過程中身亡 最近呢又對 比爾格羅德進行越境攻擊 也說明下一步啊 這種遠程高效武器裝備 在俄羅斯衝突中還會扮演關鍵決策 美國目前的態度 非常的這個關鍵啊 帶引號的關鍵 所以雙方只要陷入平靜狀態 將說呢 美國一共會遞刀 那個刀比之前呢 要打像15的炮彈72個彈 像石鹽247個彈 像4-8-7-1這個202個彈 總之呢 雙方如果在火力打擊程度上 能夠加碼 這樣衝突就不會結束 所以美國目標很明確 就讓衝突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通過衝突行動 讓這個雙方傷亡進一步增大 這樣對等報復就會台階式地躍升 所以這種這個作戰方式 包括毀傷方式 不僅雙方士兵人員重大傷亡 同時戰後 對駐在國的平民百姓 這個傷亡和持續 將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另外F16最近從紅燈變綠燈 而且呢11個國家開始組團 支持這個F16 之前四國坦克聯盟 現在戰鬥機11國聯盟 特別是美國目前已經開放態度 模擬器之前賴著不管 現在要給模擬器 因為如果改飛的話 首先要把這個蘇2-4 蘇3-5 以及其他的這些速射戰機的 飛行習慣改掉 按照模擬器的飛行 然後熟悉程序 美國給交代機還給彈藥 總之呢美國這裡專一輛 其他國家跟進 我想呢拿到F16戰機的這個時間 有可能會越來越近 如果大規模配備 美國標準機彈武器裝備 還有今後制空權 包括對地面目標的攻擊效果 以及在克里米亞 對這個島上目標 包括軍艦目標回升效果 都會同步提升 所以這架戰機 如果在俄無上空執行任務 將會讓雙方逐漸加碼 另外我們最近觀察呢 很多新武器 老武器啊 好像這個美國 包括西方國家這個動機並不純 它並不是想烏克蘭打成仗 很多裝備都在搞試驗 你比如斯洛艾克 以前的阿富汗用的牙伙沒用好 但是低強度衝突 它要實踐 高強度它有什麼樣的作用 最近烏克蘭的防長 叫聶茲尼科夫 他說全球範圍內 再也找不到 比烏克蘭更好的武器實驗室 而且很多武器裝備 現在呢 都在烏克蘭搞實驗 像這個最近最火的叫吸血鬼 那個哈里斯公司 去年10月份造出馬上就給烏克蘭 而且它沒有用過 用這個七零火箭 去打這個無人機 到底在戰場上能得什麼分 誰都不知道 我想如果能夠在戰場上 對烏人機取得好成績 下一步美國會採購 美國盟國會採購 所以美國目前呢 也把這個 俄烏衝突戰場 當成不花錢的 林門坎的實驗室 讓自己的裝備能力 有提升和發展 對 所以我們看到媒體就說 現在很多西方 給烏克蘭提供的這些5G裝備 就是把它 烏克蘭當作一個實驗場 或者來清理庫存 好 非常感謝鄧老師的解讀 謝謝 請就坐 李平再給我們推送一條網友的信心 好的 接下來這問題 是專門提問給楊曦瑜老師 林木卿的問題 她關注到了這個 不光是實驗場 還是這個煙幕彈的這個話題 來看一看她的問題 美媒說呢 西方原屋裝備重點 從供應轉向維修 那這會不會是西方想著 變著花樣對烏軍員的煙霧彈 另外俄媒說呢 俄軍的雷場佈陣 不防成為烏軍的反共噩夢 想問一下楊老師是怎麼看的 楊老師 那首先呢 這個網友的第一個問題 觀察點不是太正確 因為維修問題 真的不是煙霧彈 是隨著這個烏軍使用 這個西方武器 它戰損越來越多 堆積如山 就不得不增加危險 就是不能把這些武器 當成一次性的消費品 對 你比如說吧 這次大反共 大反共呢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 透露的信息呢 頭兩個星期打得比較猛 兩個星期就把這個 這大半年西方包括美國 給的這些武器 總量就佔損到了20% 兩個星期就 就是五分之一的那個 裝備就佔損 那麼這五分之一呢 有一些確實不能用了 那麼實際上有一些 修一修還能用 因此不管是哪國軍隊 比如說我們解放軍吧 它有一個強大的後勤部門 而強大的 現在是裝備部門 過去是司政後 現在司政後裝 那麼裝備部門裡面 還有一個強大的什麼呢 就是軍械維修部門體系 每個軍隊都有軍隊 軍械維修體系 平時呢是保養 戰時呢是維修 那麼從烏軍的角度呢 武器 西方武器給了它以後 它自己就打壞了 它不能修 所以說一開始西方把武器 新武器給它了 以為就沒事了 那麼給了以後呢 給了你一百件 你打壞了二十件 怎麼辦呢 它就得還得去人去修 而隨著它武器供應的越多 特別是這個反攻啊 進行的時間越長 那麼戰損的就越多 因此呢就是說 軍員的那個份額 從一開始第一批武器 那麼一百塊錢 可能都給的是武器 再往下可能一百塊錢 只有二十塊錢 是用來維修的 只有八十塊錢是武器 但是隨著戰爭的進程 加重武器戰爭的增加呢 就是每新增加的軍員裡邊 實際上維修的那個比重 就會逐漸增加 尤其是在反攻情況下 因此呢目前西方講呢 整個軍員開始從重點 從武器供給轉向這個維修 這是戰爭延長和戰爭擴大 的必然的一個後果 你只要是增大援助 而且要打下去 那麼武器的維修負擔就越來越重 這個也是未來造成西方 不可承受之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至於說這個地雷陣呢 應該講呢 不應該只是看地雷陣 我們應該看到什麼呢 就是烏軍過去半年多 這個積極地準備大反攻 實際上俄軍也沒閒著 就是說也在進行著反反攻的準備 而這個反反攻的準備呢 不僅是地雷陣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依據那個當年是蘇軍 現在是俄軍的這個所謂 這個縱深防禦梯次配備 這個模式呢 它修建了大量的這種攻防的攻勢 和這個前進出發基地 完了再配上這個快速布雷 其實布雷陣不是說很早就把這 挖了地雷在那 就是隨著烏軍進攻重點的轉移 它不斷地在各個方向 來使用這個地雷陣 那麼再配上它已經 這個挖好的這種攻勢 和構建好的這種部隊的 這種防禦體系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就是其實就是說 烏軍的進攻在面臨著一個 準備好了的防禦體系 而不是說僅僅面臨著一個 地雷陣的問題 正因為這樣呢 就是說頭兩個星期 打在比奧夢以後呢 現在烏軍開始改變打法 就是說盡可能地放緩 步兵進攻節奏 盡可能多用這個導彈無人機 中遠程火炮 那麼在戰場上之外呢 也要對克里米亞呢 也開始使用這種遠程打擊 原因就是 這次大反攻的主要目標 其實是克里米亞 如果說去年大反攻 是為了爭奪土地 那麼去年兩個月反攻 爭奪回了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今年反攻也來打了一個月 大概躲回了不到40平方公里 就是澤列斯基總統宣佈的時候 那天是37平方公里 那麼現在大概40平方公里上下 所以你看兩項比較 就是今年我們先不說 這個烏軍反攻是否成功 但是距離烏軍拿下克里米亞 或者至少拿不下克里米亞 至少在這個頓巴斯和這個 這個扎布羅勒的結合部 打開一個這個通道通向亞速海 這兩個目標都沒有辦法實現 所以它現在只能是說 用常規的長程的打擊 來取代這個 以這個地面進攻為主 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說它的這個戰損 雖然會減少 但是它畢竟還得有地面進攻 因此隨著戰事延長 它必然就是維修成了西方圓屋的 主要部分 目前俄羅斯瓦格納集團的雇佣兵 正在白俄羅斯靠近波蘭邊界地區的 一處軍事訓練場 訓練白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同時的波蘭宣稱 將更多的兵力向東轉移至 與白俄羅斯接壤的地區 對此普京警告說 若部隊進入烏克蘭 將會永遠地停留在那裡 據德新社報導 波蘭政府21號宣佈 由於對俄羅斯雇佣軍 瓦格納集團在鄰國 白俄羅斯的存在感到擔心 波蘭計劃將更多的兵力 向東轉移至 與白俄羅斯接壤地區 報導稱 白俄羅斯布列斯特附近一個軍事基地 目前正在舉行演習 該基地距離白波邊界僅有數公里 基地內俄羅斯私人武裝 瓦格納集團的作戰人員 正在訓練白俄羅斯軍人 白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此次為期一周的演習 將在邊境城市布列斯特附近的一處 射擊場舉行 白俄羅斯特種部隊將參與演習 瓦格納的作戰經驗 將有助於白俄羅斯軍隊的現代化 另據路透社報導 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 21號在波拉格說 德國和北約準備支持波蘭保衛其東役 此外 近日波蘭媒體稱 自烏克蘭危機去年2月升級以來 北約組織多個成員國的教官 在波蘭境內培訓烏克蘭軍人 目前波蘭境內駐有美軍超過1萬人 在波蘭將部隊部署到 與白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後 俄羅斯總統普京21號 在聯邦安全會議上指責波蘭 對白俄羅斯的土地抱有幻想 普京還警告稱 對白俄羅斯的任何侵略 都將被視為對俄羅斯的攻擊 另一方面 黑海港口農產品外運協議 效力終止後 黑海局勢也驟然緊張 俄羅斯國防部21號稱 和黑海艦隊軍艦和海軍航空兵 在黑海臨時進航區 進行了封鎖海域演習 演習中模擬了扣留 擅自闖入船隻的訓練 億萬諾沃人號導彈艇 還向該海域西北部的一個目標 發射了反艦巡航導彈 擊中了假想敵目標 稍早前 俄羅斯雙方均稱 經黑海進入對方港口的船隻 可能被視為運輸軍用物資 好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的網友有哪些相關的關注點 好 我們抓緊時間來看一下 網友沙菲的這個問題吧 白俄羅斯武裝力量與瓦格納組織 進行聯合訓練 波蘭緊急調兵運隊 普京的警告波蘭 如果部隊進入烏克蘭 將會永遠留在那裡 並指責波蘭 寄予白俄羅斯領土 北約東義局勢驟然升級了 那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此時出訪俄羅斯 又有什麼樣的目的呢 小郝老師 其實我們會看到一個現實 在俄烏衡衝突的過程當中 北約一直沒有停止 向俄羅斯進逼的步伐 那東義當然是北約 北約進逼的一個重點 所以近義時期 北約東義出現的這種變化 甚至戰爭風雲逆步 這種現象的本身 反映出的是北約步步緊逼 那麼現在俄白雙方 也需要通過加強軍事方面的合作 來進行應對 說到北約的東義部署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是網友提到的 瓦格納組織 那麼說到瓦格納 大家會觀察到 在近義時期 瓦格納力量在白俄羅斯的出現 北約當然是非常關注的 但是現在從一些現象 從一些北約方面釋放的信息 可以看出 瓦格納組織在白俄羅斯境內 它目前沒有被收編 沒有加入到正規軍的 相關的行動當中 而是進行了培訓 也沒有直接在下一階段 設計針對北約的作戰 而從培訓當中我們會看到 瓦格納組織現在 與白俄羅斯進行的這種合作 是以一種對白俄羅斯軍隊 進行培訓的方式 來增強白俄羅斯的戰力 那同時也會為白俄羅斯 國內的穩定 包括政權的穩定 來發揮一定的作用 同時大家也會看到 這樣的一種合作 甚至是可能達成 私下的協議本身 意味著瓦格納組織 也某種程度 希望把白俄羅斯 作為自己的一個大本營 所以在世界其他地方 在開展相應的 軍事行動的時候 這個大本營 會發揮一定的作用 那一方面我們會看到 北約方面在進行觀察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抓住瓦格納這個關鍵詞 來不斷地刺激北約內部的 反俄情緒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北約 東義進行部署的時候 在強調瓦格納和白俄羅斯 之間的關係 強調這種風險的時候 那北約在實現自己的目標 那另外的一個關鍵詞 很顯然是俄羅斯指向的波蘭 說到波蘭這個詞 那波蘭對烏克蘭開展軍事行動 大家要注意到 這並不是俄羅斯的發明 其實在此前我們觀察 北約峰會的時候 在峰會召開之前 為了使北約內部形成更強的 反俄共識 尤其是在烏克蘭入冤問題上 形成某種承諾 北約秘書長是親自發言 他說呢 如果北約無法提供給 烏克蘭安全保障的話 那麼波蘭方面呢 就會直接向烏克蘭進行派兵 那之後呢 波羅的海三國會進行跟進 強調的是 北約成員國可能會脫離 北約組織來進行作戰行動 那同時呢 會把整個組織 拖入到戰火當中 所以呢 涉及到波蘭方面這種軍事動向 首先始作俑者 應該是北約方面 那同時我們也會看到 波蘭在北約內部 在西方內部 在反俄的動向方面 一直是扮演著 某種急先鋒的角色 強調呢 此前在安全問題上 不能夠由歐洲的主要國家 像法德這樣的國家來主導 而更多的要看到 波羅的海沿岸國家 包括波蘭在內 它的安全關切 那同時呢 現在涉及到 北約東一部署 還有在波蘭 美國要進行永久部署 甚至要部署 這個戰術核武器的這種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是必然要進行反應的 在他們看來呢 現在北約不斷地抵禁 在俄白進行反應的過程當中 包括俄羅斯在白俄羅斯 部署戰術核武器 那麼現在北約 在進一步地加碼 所以在下一階段 面臨北約的進一步地 迅速地推進 那俄白雙方必須 要有這種應對的措施 雙方之間要加強 這種軍事方面的合作 那好的 接下來的時間呢 讓我們一起來進入 熱點全網羅板塊 熱點全網羅呢 我們要關注到的是半島局勢 那近日根據韓媒說呢 朝鮮在22號凌晨 發射了多枚巡航導彈 而這次發射導彈 據上次僅有三天 就在此前不久 美國戰略核潛艇 42年來首次在韓國港口來停靠 具體情況我們通過短片來了解 據韓聯社消息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22號稱 韓軍方當天凌晨4時許 探測到朝鮮向半島西部海域 發射多枚巡航導彈 韓美情報部門 正緻密分析導彈的具體參數 韓聯社稱 此次距離朝鮮本月19號 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 短程彈道導彈僅過三天 有分析認為 朝鮮發射彈道導彈 有可能是針對美韓合作商小組成立 和美國戰略核潛艇在釜山港停靠 據悉 美海軍戰略核潛艇 肯塔基號21號結束訪問 離開韓國 此前一天 韓媒公開了肯塔基號戰略核潛艇 內部的獨家視頻 肯塔基號是俄亥俄級彈道導彈核潛艇 最多可攜帶20枚核導彈 一枚三叉級2導彈 可以搭載多個核彈頭 這意味著一枚三叉級2導彈 可以摧毀一個中等大小的城市 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 和無法計數的財產損失 據《朝中社》20號報導 朝鮮國防向強春男發表講話稱 美國派遣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 停泊在韓國釜山港作戰基地 是40多年來第一次在朝鮮半島地區 部署戰略核武器 也是對朝鮮最為露骨而直接的核威脅 強春男警告美方 包括戰略核潛艇在內的 戰略資產部署可視性地增強 可能符合朝鮮核武力政策 所闡明的核武器使用條件 朝方警告 對朝動武將成為 美韓兩國最悲慘的選擇 另據韓聯社報導 韓美日對朝代表20號 在日本舉行磋商 三國代表譴責朝鮮發起核導挑釁 並探討有效應對朝方威脅的方案 同一天日媒報導稱 梅日韓計劃於8月18日 在位於華盛頓近郊的 美國總統度假地戴維營 舉行三國首腦會談 報導稱 三國領導人將就開展 針對朝鮮導彈的情報共享 達成一致 並將討論核保護傘政策等 加強威懾的措施 美軍俄亥俄旗戰略核潛艇 42年來首度停靠韓國福山港 這也讓半島的局勢再度升溫 那麼這方面看看我們的網友 有什麼樣的提問 好 我們抓緊時間來看一下 解嫌的這個問題 美國借半島緊張局勢 不斷地拓展自身核能力的邊界 是想實現什麼呢 朝方稱 美國挑釁行為 或將符合朝鮮核政策 所闡明的核武器使用條件 那朝鮮真的會動用核武器嗎 楊老師 這次美韓的這種所謂核索商 特別是美國的戰略核潛艇的 這種訪問韓國 是美國要重新部署在東北亞地區的 這種核戰略資產 我們一直強調 就是說美國現在要戰略重點 東一 就是說把它的軍事戰略重點 移到東半球來 就是它講的所謂印太地區 美國的全球戰略重點 將轉到印太 而印太的重點對美軍來講 就是東北亞 那麼在東北亞它現在就是 日本是個 現在至少口頭還講無核三原則 然後韓國是個無核國家 那麼在美國來講 東北亞是它的重中之重 而它的這種核戰略資產的前沿部署 卻幾乎是受到極大的這種壓制 因此它在利用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在向回調 那麼剛才講到42年來 首次核潛艇訪韓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方案 它標誌著什麼呢 標誌著美國一個戰略轉移 就是我們有一個過程 1958年 美國開始向韓國部署 戰術核武器 最多的是198件 然後再到80年代 就是戰略資產轉向韓國 經常有這個戰略核潛艇 就像這次一樣來訪問 那麼但是到了91年 冷戰結束以後 美國做了一個調整 就是說在韓國的核武器 核存在全部撤走 從這以後就沒有了 也就是說這42年來 美國在朝鮮半島 再沒有核戰略資產 因此這一次的這個俄亥 就是這個肯塔基一號的核潛艇 訪問這個普三 實際上就續上了去年 當年80年代 你方來訪吧 我來訪 就是說以後還會有 不斷地戰略核潛艇 還有這個B1B B52這種能夠攜帶戰略核武器的資產 要不斷地訪問韓國 就等於什麼呢 42年後 美國的核武器又回來了 這是它想幹的事 就是說 在它的全球戰略重點的 重中之中東北亞地區 它必須有強大的核戰略資產 而至於說什麼應對朝鮮核 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都是一種藉口 那麼現在朝鮮說 你這個是對我露骨的威脅 這個現在朝鮮講叫什麼 爆發核戰爭已經不是一種假設 應該說面對這個 美國的核武器又回來 朝鮮確實是感到了這種切身之痛 就是戰略核壓力確實是很大 那麼它必然要做出反應 但是目前看全世界地球人都知道 核戰爭打不得 打起來也沒有贏家 因此呢 雙方都是在認真地準備核報復 核報復和核打擊是兩回事 所謂核報復就是說 你要打我 我就打你 因此呢 雙方都在認真地進行核報復 一次性摧毀對方的核報復 但是誰都不肯開第一槍 因此這個朝鮮半島呢 現在由這個常規性的緊張 局勢輪番升級呢 開始滑向了一個核對立 這樣的局面形成呢 不僅對這個22萬平方公里的 這個朝鮮半島是一個巨大的 這種潛在的災難 同時對整個東北亞地區 也是一個潛在的災難 好 再給我推送一個網友的問題吧 還有網友關注到了 韓美日的對朝策略的一些變化 這個是專門向小輝來提問的 我們來看一看 梧桐樹下的這個問題 韓美日頻繁會晤 說要使朝鮮重返無核化道路 那韓美日的對朝策略有哪些變化 另外呢 韓國近期向北約成員國出售大批的 這個武器互動頻繁 想問小輝是怎麼看的呢 我們的網友的視角非常的犀利 他首先呢會看到 韓美日三方頻繁地進行互動 那談的其實不是安全的問題 而是一己私利 是要構成所謂的 美日韓三邊的小三角 那麼說到呢 美日韓對朝政策的變化 很顯然網友也關注到的 現在呢三方強調的是 所謂的朝鮮重返無核化道路 也就是朝鮮單方面契合 而不是半島的無核化的目標 以一種看起來道貌愛然的說法 來代替自己的這種私心 在安全的問題上進行設置 那同時呢我覺得 從這種策略的變化當中 應該說網友感受到的 是現在美日韓三方在進行 互動的過程當中 動輒談朝鮮半島的安全問題 談解決這種何方面 可能會出現的風險 但實際上呢 是把這個半島形勢 不斷地在製造緊張 而且還要把這個緊張 來作為三方進行合作的 所謂的養料 所以當美日韓三方 不斷地進行溝通 談如何對朝鮮方面 單方面施壓 在安全合作方面 包括情報方面 在進行這種進一步的 加強交換等 相應動向的推進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 三方在軍事合作方面 能夠搭建起更加實在的 這種架構 符合美國地區戰略部署的目標 同時也符合日韓當前的算計 那同時我們會看到 網友關注到韓國的動向 韓國呢強調 現在可以向北約方面 提供大量的武器裝備支持 潛台詞是 韓國自身在軍備生產方面 是有能力的 韓國同樣在國際安全問題上 在發揮作用 這樣的一種做法 某種程度是韓國政府 在試圖轉移國內的注意力 強調韓國現在面臨安全 強調韓國在安全問題方面的地位 進而使韓國國內對於政府 在其他方面的不滿 能夠進一步地消除 除此之外 除了在東北亞地區 不斷地攪局之外 美國還拉幫結派 在印太地區 組織了多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那麼它究竟在布什麼局 我們通過短片來了解 據路透社報導 22號 美國一艘獨立級濱海戰鬥艦 堪培拉號 在澳大利亞悉尼服役 這是美國海軍艦艇 首次在外國港口服役 報導稱 堪培拉號入役儀式正值美國和澳大利亞 舉行兩年一度的護身軍刀 聯合軍事演習之際 據美聯社報導 美澳護身軍刀2023聯合軍演 21號在悉尼舉行開幕儀式 澳大利亞國防部稱 今年的護身軍刀軍演為期兩週 規模是上屆的兩倍達到史上最大 有來自13個國家的3萬多名 軍事人員參加 軍演將在澳大利亞多個地點展開 內容包括模擬陸地作戰 空中作戰和兩棲登陸等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日本和韓國也赴澳參加了 護身軍刀2023 作為多國聯合火力展示的一部分 韓軍計劃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 進行K-239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統的 實彈射擊演練 就在不久前7月5號至21號 由美國牽頭 共7國參與的機動衛士2023演習 在太平洋海域舉行 由美媒報導稱 該演習為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備演習 參演兵力達1.5萬 演習區域橫跨3000英里 出動了KC-135R KC-46A飛馬座等共70架運輸機和加油機 據悉此次為美國空中機動司令部 首次在本土之外的地方舉行演習 旨在證明美國空軍在危機中 如何順利地向太平洋派遣人員和貨物 以及美軍如何與該地區的夥伴展開合作 美媒指出 美空軍亦在藉機動衛士2023 演練美軍敏捷戰鬥部署作戰概念 在亞太的運用 以實踐在太平洋地區發生衝突情況下的 廣泛合作與支援 我們看到的美國在亞太地區不斷地去拉攏 盟友包括夥伴國是一場接著一場地舉行 多變的這樣一個聯合軍事演習 美國在亞太地區在進行是怎麼樣的一個佈局 它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 最近美國在亞太的軍員很忙碌 也很焦慮 像剛才提到的機動衛視 火車就叫幾乎是無風鏈接 而且每場演的行動目標 程序效果完全不一樣 像機動衛視號稱是美國本土之外的 最大規模的戰備演了行動 跟之前的轟炸機 戰鬥機這種 輕面療癌相比完全不一樣 正式演練的是 預測機 加油機 保障飛機 說美國要快速從二島鏈向一島鏈 進行物資投放和人員的輸送 所以作戰指標是能否在最短的時間內 以更加敏捷的效率 在亞太地區形成大國競爭 所需要的空中作戰能力 下一步如果依託美國基地 包括周邊盟國 這種保障能力還會逐漸延伸 護身軍刀跟去年前年相比 增大了兩倍 所以今年的護身軍刀 是一把護身大刀 而且美國主導航母未來 但是兩極攻擊艦擔任核心主要角色 日本 韓國也把自己大艦艇也派了回去 也說明這種所謂的兩極作戰 包括空中海上作戰能力 把13個國家搞聯合 目標還是通過在沿海地區 形成較強的油海向路能力 通過這個點 在中國周邊複製很多戰場 複製很多行動 這樣他認為 就可以把很多盟國 團結在美國周邊 在戰時 在靠近一島鏈狀態下 形成強大的綜合作戰能力 所以說美國在亞太地區的 這個動機動態 應該引起地區國家的 足夠的警惕 好 聯通雲安全數字雲 數字化轉型算力引擎 本節目由中國聯通獨家 特別呈現 好 到這裡我們的節目 馬上就要結束了 在這兒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接下來的30分鐘時間裡 忠於記者崔爽和我們的嘉賓 小灰老師將會繼續在節目 同名的微信公眾號 視頻號 抖音號 以及央視PMP上的進行直播 來回答您的問題 歡迎您的集計參與 是 那麼在新媒體直播當中 我們的《愛在中國》 和《早安中國》 也必將為大家帶來 更加精彩的內容 所以請您繼續來看我們的直播 好 感謝您收看 我們今天的節目 下周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再會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